一般來講我們傳統可能用到豬油 用到豬油或有雞油 鴨油的香味絕對比他們還好 對耶 那這部分不要整塊就不進去包了 我們也要有料啊 對 鴨皮也是料 對 對不對 你看這個會帶一點肉啦 這個我們就把它切下去就好了 切絲就好了 把它切絲去包 所以這樣導致還會吃到鴨皮耶 對 所以鴨皮 你知道我們吃那種鴨腿飯 如果沒有皮誰要吃喔 對 對不對 燒鴨飯 燒鴨 只有鴨胸 這是剛好你在滷這些什麼白菜滷 有的沒有 你會放那個鴨皮 對 鴨皮我們要有什麼 就是它的皮的膠質 這個你就有了 其實瓜哥這樣用炒的很好吃 多厚啊 真真真 膠質… 對 法式料理貴就貴在這個皮 真的 那法式不是把它煎到酥酥的嗎 對 來 這就是今天的包 這道菜的包就在這裡 就要先包 對 來 拿鴨皮 對不對 把鴨油給煉出來 煉出來 煉出來 我等一下要吃那個酥酥的皮 我不要再進去 要夾幾塊那個酥酥的皮 就已經去油了 但是那個皮很酥的那個油 所以你看這個皮就很討喜 真的 大家要把白菜忘記耶 我把白菜 白菜給你吃好了 我吃鴨皮 好 放下我吃… 好 你看 開始有聲音了 對啊 這樣還可以一碗油 差不多…來 這個煉油的時候 同時把蓋子蓋著 就不用管它了 等溫度讓它上來 等溫度上來之後 就調小火慢慢地逼這個油出來 就跟我們一般拿那個豬皮 去炸那個油是嗎 對… 我也蠻常買那個豬皮切絲 稍微炸 對 好香,你看多少油 再炒一道菜 可以 真的要試吃一下 這現在很燙 很燙,小心 就是這個味… 就是這個味道讚 好香… 香吧 來 這個蔥段 吃不下多餘的油 蔥油 好,這邊留下來 留下來炒菜 薑 好香喔 鴨真的就是這個皮 對 真夠味 真夠味 好好吃喔 來 開揚 放進來 滿嘴都是鴨皮香 對 而且這個鴨油香 非常非常的舒服 油耶 如果用不完 我可以留一點 我可以用它拌麵 也可以啊 我現在把它泡進來 讓它有點泡蔥的感覺 就是那個啊 鴨油蔥麵 對 來,你看這個香味 香… 紅蘿蔔片 紅蘿蔔 你把它放進來 好香喔 我真的覺得這個白菜滿幸福的 對不對 一般的白菜只有跟到豬油 底鍋跟雞油 還沒有跟鴨油過 真的 超香的 好,來,白菜 看一下 這包心白嗎 對 台灣的保育菜 很甜啊 台灣的包心白最甜 好 在這裡撒一些鹽巴 調味料部分 好 等一下這道菜的鹹度 把它灑平均 好 黑胡椒 胡椒粉 米酒 帶著進來 米酒 把它攪拌,對嗎 對 水分 這個白菜太好吃了 好,現在要用目前底下的鴨油跟料 來蒸這個白菜 你看 買一塊鴨肉做三道菜 真的是太划算了 今天這個白菜七塊錢 蘿蔔兩塊 蝦米五塊 鴨皮五塊 才四十九塊 是 好,要在等嗎 待會差不多三分鐘左右 好,稍等一下 好香 好香 你看 湯汁 真的好香 用燜的方式 然後再拌在一起 然後再拌在一起 真的 蔥等下就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來 這個有沒有 這個蔥已經含鴨油了 所以油還是可以留下來拌麵 對…沒錯… 然後蔥又可以吃,蔥更好吃 對,那個蔥 蔥是用泡的 對,因為甜 對 看這個油是好漂亮 這個這樣… 等一下要拌麵 對 所以油也是我們可以分好幾次吃 沒錯 對不對,不用一次都吃下去 可以吃一份的吃 讚 來吃,我為什麼要吃這個 這塊是最難煮的耶